怀孕妈妈外出一趟 无论产检还是带着孩子 去打预防针 免去及大众运输的烦恼 涉及在台北市的孕妇 可申请8000元点数 限制可以使用到 预产期后6个月的 北市好运专车 推行满一年 截至今年6月底 总共申请案达到 1万7千多件 共创46万趟次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太累 会突然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 就想说刚好有那个 就会比较舍得用 总共8000块嘛 然后我刚刚就是 今天来的参加活动之前 我大概看了一下 就只要390块了 带小孩去看医生啊 产检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就是 偶尔大厂出去走一走 很方便 然后用手机就是 下载那个APP 然后直接上面叫就可以了 然后也不用就是 另外再打电话 不过合作的医疗院所 却只占低比率的四成 对此社会局表现 部分院所规模小 人力难以兼办 评估不加入合作之外 闲技部日前合销 好运专车补助 发现有90秒连续扣抵 车值的情形 并向市府先请达300笔的记录 我们在系统不断优化过程 我们发现有这种重复支付 我们即刻的取消交易 而且最后款项 资讯局我们也持续整体优化 整个线上的支付系统 那我们希望让这样的服务 能够越来越好 对此使用过的孕妈咪 也有部分建议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确定 这边的地址的时候 会用那个地图针 那它那个地图针的定位 好像可能会有点偏差 就是没有太远 就是司机到了 可能我们就说我也在 可是找不到彼此 探开台北市民政局资料 111年出生人口 从14000多人 来到16000多人 寄出加码政策 让车队好运专车全台试用 也透过孕妈咪实际分享 希望刺激年轻家庭 享生的意愿 原新闻间加量海窑 台北上播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